人人都補習,難道我又很想補習嗎? 又應該怎樣選擇補習呢? 如果你也有相同的煩惱,就繼續看下去了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按一下小鈴鐺,你就不會錯過任何有關考試的資訊 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ChowChow教室 第一部分要說的是,為什麼要補習呢? 心理學的Dav Dotsky,提出每個人學習的時候,都會經歷這個Song of Cross-Mode Development 藍色的部分是一個學生可以自己做到的事 紅色的部分是他自己做不到的事 中間重貼的部分就是學生當他有人幫助的時候,他就會做到 所以補習的原意就是希望學生在有人幫助之下,可以慢慢把自己不懂的東西變成色的東西 但是問題就是,在每一科裏都有這麼多不懂的東西 學識完一樣,然後又有另外一樣 所以就會不斷有五色的東西,然後就會有人教,然後就學識 就重複這個循環了 如果你發覺,你在學校已經完成了整個循環的話 恭喜你,你未必有補習的需要 但問題,很多學生都會發覺 回到學校並沒有令到藍色的部分少了 反而是令到紅色的部分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紅色的部分就會慢慢侵蝕,令到有補習的出現 在香港即使,一個學生擁有藍色的部分 他都會去補習 這類學生,補習的最主要原因是 而不是學一些新的東西 而在我的補習生涯裡面,當然也遇過這些學生 總括來說,當你在學習的時候 發覺有太多的紅色,頂不住的話 補習就是你一個難人之選 因為你不需要找你究竟自己不懂什麼 有人會告訴你,究竟你的弱點是什麼 因為你自己不需要找練習 而是會有人給你相關的練習 你根本不需要自己知道 學懂哪些,或者要溫屬哪些 因為有人會告訴你 你應該學懂哪些,溫屬哪些 才會考到好的成績 當然,在這些大前提 你懂得要找好的補習老師 和好的補習社 所以跟著第二部分就會說 應該怎樣去找補習社 我講的補習是 因應香港教育制度的 學術上的英文補習 基本上,小學的補習都是要小班 在小一至小三 這個階段的學生 如果爸爸媽媽來,想你的子女補習 這個階段的學生補習 是為了打好基礎 這麼小的學生 要令他們有比較長的專注能力 已經比較難 那怎樣可以令他們在一大班裏 還會集中到精神呢? 而且他們學校已經經歷了長時間 大班的學習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他補習的話 都應該還一些小班 甚至是單對單的補習 小班或者單對單 都是要因應那個學生本身的性格 有一些小學生 他需要有其他同學在場 他才會令他的競爭力提升 或者他會覺得好玩些 也會令他想補習多些 而有些這麼小的學生 其他同學的在場 只會令到他不專注 所以就因應你的小朋友的性格 而去選擇 究竟應該是單對單的補習 還是小班的補習 小四至小六 這個階段的學生 就要必須去找 因應你學校英文課程的一些補習社 或者補習老師 因為這個階段的補習 是為了情分事 因為這個階段的情分事 是不同的學校 有不同的深淺程度 也有不同的題型 不同類的題型 就有不同的思考方式 和作答的方法 小四的學生 就應該開始慢慢熟習題型 每一次的考試 都有不同的部分 而那不同的部分 會是有什麼呢 亦是怎樣的作答方式 就是小四的時候 希望他慢慢灌輸到 他明白了這個答題模式 而在小五這個階段的時候 就是一個集中火力的時間 有很多的家長 也會選擇去加課 訓練那個學生的答題方式 而這個時候的學生 也是相對地比較合作的 在我的補習生涯裏面 也都見過很多的學生 在這個階段 是完全爆發他本身的舌頭 所以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你選擇的補習社 是會比較多些操練的模式 如果是比較弱的學生 你首先要知道自己的問題所在 和你的弱點 進而是一個操卷的方式去訓練 所以如果當你連自己的問題 或者自己的弱點都未知道的時候 你就已經逼他去操卷的部分 他只會越操 越覺得辛苦 越粗 自己的挫敗感越來越高 進而令到他更加不喜歡 所以在小五小六 準備懲分試的過程 去找補習社的時候 那個階段性是很重要 令到他明白了整個考試的方式 先要了解了他的弱點 然後才進入一個操卷的一個模式 中一至中三這個階段 如果要補習的話 仍然是應該為 知道你學校課程的一些補習社 或者補習老師 因為在這個階段 仍然是有不同的學校 有不同的課程 和不同的試卷 但是在這個階段 因為不需要面對任何的公開試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自己的能力 是可以應付到學校的考試 覺得自己是有推動力的話 可以暫時停一停補習 但相反 如果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你發覺自己對於之前的東西 掌握得不夠透徹 自己的主動性也不夠強的話 或者補習是可以幫助你 穩固你的基礎 以及令到你去保持著 這個繼續做練習 知道自己學校試卷是怎樣 以及幫你溫習的一個模式 所以如果是英文底子比較弱的你 好好運用這一段的時間 去令到自己的基礎去打好些 然後才可以進移 令到你F4至F6的時候 去面對DSE是沒那麼辛苦的 中四至中六的你們 很明顯就是要打大佬DSE 所以在這個階段 其實我都會建議學生去一些大型補習社 大型補習社的好處就是 他們會有比較多的資源 也有更多的人力物力 但是這一類的大型補習社 也不是人人適合 尤其是底子比較弱的你 如果連基礎都還沒打穩 即使你有NOX 你知道那個skill 你都用不到 也都不會答到對的答案 所以能力比較弱的學生 小班教學或者one on one的補習 仍然是你灰茶 為你度身訂做針對你的弱點的一些課程 總括來說 選補習是需要因應你的不同的求學階段 也都要因應你自己本身的能力 而不是A同學去了A補習社 拿到A的成績 就等於你也是一樣 哪一個的名師 而去上某堂的補習 如果你有推動力 行動力做好這件事的話 補習就是你的汽油 但是如果你不去踩油的話 即使有多好的汽油 根本都不會推動動車 各位家長 既然懲婚試那麼重要 就等Ms.CiaoCiao在這個暑假 下星期開始 一連六個星期 和你們一起看看 英文懲婚試裡面的不同題型 和不同的答題方法 還有試卷給你下載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按一下小鈴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有關考試的資訊 就是這樣 拜拜